有時候我們遇到新人 如果跟他對戲的時候 那我們希望就是演得更好 那有時候我就會希望說 等一下可以麻煩你怎麼樣的時候 會引來一陣白眼 你幹嘛你教我這樣 後來就選擇我就不說話了這樣 我就只能笑笑 新說台灣歡慶五千集 陳曉晶給新人建議緊早翻白眼 來一甘子 頭頭飛行金 請麻煩牛牛天氣 新說台灣開播至今23年 邁入五千集 推出全新旗艦大戲 Tending麻煩 今舉辦收播記者會 找來細說一姐 陳曉晶住正站台 而林家景因為演出張峰奇 Tending麻MV 因緣際會下透過劇組牽線 讓他第一次演戲 就演主角麻煩 那剛好因為我 其實跟 因為跟麻煩有比較深的一個緣 因為平息 算是我祖先的發肌痢 那條鐵路是我的祖先 在平息蓋的 我想說身為季隆岩家的後代 能夠有透過這樣的一個角色 去介紹平息跟 Tending麻 怎麼讓大家認識 其實我剛開始拍戲的時候 完全新人的時候 我是真的都是 盯簡介盯得很緊 因為他生怕自己 哪一個地方不好 有細說一節之稱的 陳曉晶曾演出 多達93個細說單元 後來轉戰幕後 擔任製作人 談到最辛苦的地方 現在的藝人 沒有像以前 我們這麼的 哈哈 這樣怎麼說呢 你沒有那麼專業 你沒有那麼認真啊 有時候我們遇到新人 如果跟他 對戲的時候 那我們希望就是 演得更好 那有時候 我就會希望說 等一下可以麻煩你怎麼樣的時候 或是你這邊可以稍微秀一下 會引來一陣白眼 他也沒有聽進去的那種感覺 幹嘛你教我這樣 後來就選擇 我就不說話了這樣 我就只能笑笑 我當自若人用的演員 就是有不入用了嗎 沒有啦 就是 就是還不是我開的啦 不要這樣子 我是用演員的身分正在說話 因為當下我自己也是個演員 現在的年輕人 可能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啦 可能就是我自己太古版了 是我自己的問題 用起來這個同秀版 其實大家都看在眼裡吧 這個是少數還是 少數少數 真的是少數 你們是不是很想把小燕姐逼問出出 那個名字是誰 欸什麼啦 我給全力出唸 快說了 所以應該不會有第三次的 不可能 帶孩子壓力炸 對 帶小燕姐出去工作 帶小燕姐的壓力比較大 出來就當放風這樣子 這時候會覺得工作好像比在行動 包括這一次拍戲 好像也 戲份不是很大嗎 可是整個時間都在 根本 說出來的 根本很長 不要回去家庭革命 所以可以 movement 繼續噴霉